想必艾斯匹林大家都不陌生,作为一枚已经诞生一百多年的老药,它最初的作用是解热阵痛,而今天它更多的用于预防血栓等疾病。 如果你对艾斯匹林的认识仅限于此,你就太想瞧它了,事实上它在癌症领域也逐步显露出耀眼的光芒,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之一。 艾斯匹林可使消化到癌症发病率最多下降47%,2017年,在第25届欧洲肠美病线联合组织,Joe Woodwick上公布的最新研究表明,长期服用艾斯匹林经证明,可以显示降低消化到癌症发病率。 在一项超过60万名患者参与的研究中,研究者对长期服用艾斯匹林的患者服用艾斯匹林至少6个月,平均持续时间为7.7年和为服用艾斯匹林的患者进行了对比,并且评估了多种癌症的发病率。 结果表明,那些服用艾斯匹林的患者的肝癌和食道艾发病率降低47%,为艾发病率降低38%,以及艾发病率降低34%,截止场艾发病率则下降24%. 另外,早在2016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编写的阿斯匹林一级预防指南就推荐时年轻血管风险大约等于10%前,无出血风险增加50岁至69岁人群服用低剂量阿斯匹林来预防截肢肠癌。 2017版NCCCN减肠癌和直肠癌临床实践指南建议,早期节直肠癌根治术后服用低剂量阿斯匹林作为癌症二级预防措施,低剂量的阿斯匹林能够降低入险癌发病风险。 2017年,美国希望之城的研究人员发现阿斯匹林的一项新功用,通过对超过57000名加州学校女老师历经7年的跟踪调查, 他们发现日常服用低剂量的阿斯匹林能够降低属性阿巴病风险。 该研究发表在Breast Cancer Research杂志上,这项研究是加利福尼亚教师研究项目,CTS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对57164名CTS中的女性在2005、2006年递交的问卷调查进行了分析, 其中一个问题是阿斯匹林和其他非灾体抗燃料的使用剂量和次数。 截止到2012年12月,从加利福尼亚癌症登记系统中获得的信息, 表明这57164名女性中1457人化上浸润性乳腺癌。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每周服用三岁以上,低剂量阿斯匹林的女性患上乳腺癌的风险降低了16%, 对乳腺癌种类的细分发现这些女性患上1R加或PR加和2乳腺癌症的风险降低了20%, 而这种痂症是乳腺癌中最常见的痂症。 沃洛斑和对乳腺癌积分等其他非灾体、累消炎压,对乳腺癌的风险没有影响。 科教低卵巢癌风险,根据有夜道肿瘤学杂志的最新研究, 来自夏威夷大学坛香沙奔校和莫菲特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 收集了近1000名已被诊断了卵巢癌的女性的数据。 研究人员发现,被诊断患有卵巢癌后,服用埃斯匹磷和非埃斯匹磷类被灾体抗燃药的女性的生存率提高了30%, 根据7月18日发表在《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上的报告, 每天服用埃斯匹磷可以降低10%患乳巢癌的风险。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佛罗里加州、塔塔士莫菲特癌症中心的研究者对13项研究的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 贡内入入75万余名女性受试者询问阿斯匹磷和非灾体类抗燃药的使用情况。 随保期间有3500例卵巢癌确诊,分析发现,每天服用阿斯匹磷,可降低10%的卵巢癌发病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阿斯匹磷预防癌症的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在防止癌症方面发挥的化学保护机制目前还不明确, 对于推广应用阿斯匹磷降低癌症风险,还需待于进一步研究。 虽然在动物级实验室细胞少量患者研究上取得一些进展, 但这并不能表明,阿斯匹磷现在已经可以广泛地用于预防护癌症肿瘤, 还是要请教肿流专科医生,这样才能得到最科学系统的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伊蔡锦灰等元编注,相对于非类肠道癌症而言, 长期服用阿斯匹磷更能有效地降低类肠道癌症的发病率。 在香港对患者开展为期十年的研究,在2017年巴塞罗纳,欧洲肠胃病学联合组织周上公布, 2018。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